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已,感谢大家支持 隋文帝杨坚是隋朝的开创者 他一统南北,再一次在历史上开启了继秦汉大一统后隋唐大一统的盛世 可以说,是个德才兼备的明君 在中国历史上,这么多的皇帝里,他可以被称为一六的皇帝 但就是这么个皇帝,最后却死得不明不白 他的死因,如今已经成为隋唐历史上绕不过去的悬案 其扑朔迷离可以逐营府生相避美 对于隋文帝杨坚的死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有说是病死,但更加广为人质的说法 是说他的驾崩是由他的亲生儿子隋杨帝杨广造成的 还是被亲手活活勒死的 最近,有学者指出,关于这件事,到底是不是杨广干的 其实李世民的一个动作暴露了真相,让人毛色顿开 隋杨帝杨广和他的父亲不同 虽然对中国的功绩非常大 但是名声上属于臭名昭著的昏君 他和他的侄子李世民都是历史上著名的皇帝 只不过一个因为贤德而名垂青史 一个却是遗秋万年 史书、画本、小说、戏剧的广为流传 更让他的昏君形象深入人心 这些材料都说他个性残暴 交涉淫逸、浩大喜功、刚复自用 做天做地的各种乱折腾 因为隋杨帝有太多的黑历史 所以关于隋杨帝是否的传闻就更容易让人相信了 且不说很多阳广的黑历史都是假的 就算是真的 因为阳广是坏人 就认定他一定会做坏事 或者说 所有的坏事都是他做的 这样轻易将杀父侍君的帽子 扣到他头上 还是有点太惊艳主意了 这种天离不容 大逆不道的锅 有几个人背得动 毕竟连法律都讲究 一罪从无嘛 究竟阳广有没有侍君 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隋文帝的夫人独孤氏 是一位有言有才 还很有想法的奇女子 她与隋文帝感情深厚 两口子是当世无双的模范夫妻 他们的关系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 可谓是奇谈 据史料记载 独孤氏善度 一生独宠 也正因为独孤氏一生倡导一夫一妻子 让后人怀疑 她是不是穿越回去的言情小说女主 比玛丽苏还玛丽苏 真是做到了一生一世一双人 不过 由于他们夫妻感情深厚 隋文帝也就乐于宠着她 一丝不苟地执行着一夫一妻子 与历史上大多数三宫六院 非凭无数的皇帝比起来 隋文帝简直就是好男人本身 也就只有千年以后明朝的名孝宗朱又称 可以与之必美 深情人设无疑 当独孤氏在世的时候 杨坚没有选过秀女 更没有纳过妾 这么长的夫妻生涯里 唯一一词 杨坚止不住偷偷宠信了一个宫女 还被独孤皇后第二天就给干掉了 一生所处儿女均为独孤氏所处 但是至亲至书这夫妻 很多人 你跟他过了一辈子 也不一定能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 夫妻总有离别时 就算不能生离 死神也会将他们分开 自从相伴多年的结发妻子 读故事去世后 不知道杨坚是没有了精神上的寄托 感觉到空虚寂寞冷 还是少了相伴的身边人 让他内心缺失 感到孤独和无趣 出乎意料的 或许是为了排遣这种寂寞 他开始放纵自己了 晚年失节最令人唏嘘 深情难 晚年油腻 人设崩塌 沉迷美色 更是让人扼腕叹息 这时 两个女人走入了他的生活 陈朝后主陈淑宝有一个妹妹 号称美若天仙 是为江南第一美女 在陈朝被灭国后 随同其他皇亲贵族 一同被带到了隋都 陈氏 原轮为了宫中奴婢 但杨坚挨他的美貌 就把他封做了妃子 号称宣华夫人 同时 还册封了另一个美貌的奴婢 号称荣华夫人 就在二人的陪伴下 年老的杨坚沉浸在不知节制的夜夜声歌 灯红酒绿里 很多雄主的晚年 因为没有合理的退休方式和时间 又想享受晚年生活 又有权又有钱 就容易这样 躺在功劳铺上开始吃老本 杨坚的生活也逐渐放纵 没事还磕几粒蓝色小药玩出住性 昏天暗地 芙蓉胀暖 由于纵欲过度 没过多久就体力不支了 年老的杨坚身体状态每况日下 打算去仁寿宫修养 没想到 一到仁寿宫就病倒了 从此卧床不起 宣华夫人和荣华夫人 日夜陪伴左右 悉心照顾 太子杨广闻讯也来到了仁寿宫 杨广瞧着父亲的病情 猜测时日无多 回天罚树 心里不禁打起了算盘 不久后 他就写了一封密信给谋侍杨素 让他开始着手准备他继位的事宜 杨素很快收到信 并且写了回信 信使却无将信件送到了杨坚处 这里 我们要提醒广大干大事人士 所谓密谋密谋 事不密 谋必迈 杨坚看信后大怒 识破杨广狼子野心 本来身体要不行了 既然平白生出了二分活力 拼着少活几天 也要先搞掉这个盯着自己位子的不孝子 随即 密人照废太子杨勇进宫 欲要废掉杨广 重新封杨勇为太子 杨广得知了此事 知道事情败露 后果不堪设想 便火速采取行动扣留了使者 并带兵包围了仁寿宫 杨广命令张恒进入杨建的宫殿 告知外面发生了状况 张恒于是听从命令 披肩指锐的一人进去禀报了 至于二人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殿外众人一概不知 只半住香时间 张恒进入仁寿宫还没多久 就听得骚乱生气 原来是杨建驾崩了 按照杨建当时的身体状况 那是什么时候两眼一闭去了 都不稀奇 但偏偏死在此时 就未免给了人许多遐想空间 平添了几分蹊跷 张恒在仁寿宫究竟做了什么 没有人知道 张恒是否真受杨广之时 做掉了杨建 还是只是囚禁并且威胁了他 又或者 杨建只是知道真相后 受不了气死了 还是说 杨广只是把父亲围困在仁寿宫里 等这个垂危老人去世 历史的真相没有人可以知道 因为没有人是当事人 亲历者甚至目击者 史书上就更没能留下 杨建去世时候的场景 但无论真相如何 杨广从此背上了杀父弑君的恶名 杨广是有足够的理由和动机 做掉他的父亲的 为了权力 也为了自保 在那样紧急的时刻 身为一个政客 做掉杨建并不稀奇 但从另一个层面考虑 杨建命不久矣 本来就撑不了多少时日了 几乎没有好转的可能性 按照杨广夺太子之位时 展现出来的政治智慧 杨广犯得上冒天下之大不惠杀父弑君 为自己留下政治污点 千古骂名吗 再说了 杨建去世之前 本就已经重病 是他自己不养生的生活方式 占死因更大比例 还是这个不省心的儿子的 忤逆不孝占更大比例 谁也说不好 但要说杨建的死 跟杨广一点关系也没有 肯定没人信 如果非要定罪杨广 可能只是加速了病重中 老父亲的死亡 或许这一切都是杨广一手策划的阴谋 目的就是为了刺激父亲 加速他的死亡 说不定 还是杨广故意让使者 把杨素的回信送给杨建 刺激杨建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杨广派批灰代假的张衡去见杨建 就有很明显的恐吓意味了 张衡的出现是一个重大的刺激 或许正是这一情绪上 重大打击 让杨建病情加重 不久后便命丧黄泉 没有人知道杨广是否真的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杨建之死已经成为了千古悬案 所有的推断都只是猜测 真正的真相已被埋藏在时间的长河里 如果杨广真的做了自己的父亲 热衷于拿他做文章的唐朝 能不趁机天油加速再黑他一把吗 可他热爱羞始的大侄子李世民修缎的随史中记载 杨建属于正常死亡啊 要知道李世民和杨广那是不遗余力啊 把他批的一文不值 如果杨广真的做了这件事 李世民有什么理由不记载下来呢 我明白欸 我明白你 我明白你 curtai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